无聊而且时间很多的人真的还不少 在嘉义这个电线杆就被人装贴了广告传单 上头写着房屋仲介的姓名跟联络电话 结果这个房仲莫名其妙被牵连 因为后面加注的是说 这不是广告只是要整死你 整谁呢 整辛苦要爬上爬下 清除这些恶止广告的清洁人员 路边电线杆贴着大大小小广告 这种看灯方式很方便 却让清洁人员很头痛 有人甚至拿来恶作剧 竟然写着这不是广告 只是想累死你整死你 显然就是在恶整清洁人员 最后还留下房仲公司名称跟电话 完全没在怕 原来这广告是有心人故意想栽赃嫁货 还公布个人资料 被害人电话被打爆只好报警处理 应该他如果是同行竞争的关系 有可能恶搞 那我们也跟他提供 请他提供相关资讯来查明 被害人猜测应该是同业竞争才会被恶搞 警方将循现逮人 只是想要陷害别人 最后却害到辛苦的清洁人员 记得张俊龙十七号家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